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们刚刚算出来了这个居住县市2 我们来去看一下资料 看一下结果 当我们点选资料的时候呢 本来的这个居住县市是高雄市 高雄市你拉到最右边 它也是高雄市 可是最重要的是下面 台,台南市 本来的台市小写的台 现在是不是都被我们换成大写的台 好,当然你再往上去看 像什么台北 台北市的台也变成大写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 就是把那个居住县市2 跟居住乡镇并在一起 对不对 他这样才会跟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里面的这个区域别名称产生对应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在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在第二组登革日 请用滑鼠右键点资料表 是不是有看到新增资料行 我们要再去新增一个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因为我刚是为了要刻意让你了解 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是不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每一笔记录都要产生一个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所以变成我要产生一整行 一整蓝的资料 所以是不是要点这个新增资料行 点选新增资料行之后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要放置的是 我把资料行三个字删掉 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就是人口统计那里面的区域别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 我这样记录 我可以清索资料 我是把居住县市2 并在居住乡镇并起来 我习惯是这样做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要拿居住县市2 这个栏位 怎么叫出来这个栏位 是不是用一撇去呼叫资料表 未来 未来 假设我们今天跟木星有联络 跟金星有联络 你写地址 你就不能再写台湾 然后台北市 你还要写地球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 这边有两张资料表 你要先呼叫是资料表才对 而不是栏位名称 好一撇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一撇 我点下去这一撇 它没有反应对不对 然后按一个空白键再往前删 它就有反应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只有专家 做了很多很多常识性 才知道的一个 才知道的一个结果 告诉你们 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做出来了 微软公司都不知道 刚刚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用的是 中文的 中文字的字型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字型的 那个一撇符号 它预设的那个一撇 要用英文 a real字型的那个一撇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两个一撇是不一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先把这个字型 改成英文模式 再去打那个一撇 不会出现说 没有看到后面 出来的东西 好 然后接下来 上下方向键去找 居住县市2 应该在居住县市的下一个 TAP键 这样是不是就打出来了 居住县市2 空一格 要空一格 因为end前面 跟后面都要空这一格 然后end符号 知道在哪里吗 end符号 空一格 再来我是不是要打 居住乡镇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资料表 你看用没有了 空白键 然后往前三 然后再去找居住乡镇 CAP键 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有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记得按一下 enter 这样就做完了 您可以拉到最右边去观看一下 什么高雄市三民区 高雄市三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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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最下面 应该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 什么屏东县 屏东市 台北市中正区 桃园市平正区 台中市北区 可以吗 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这样子的结合 我们才可以把 卫福部登革热的资料 跟什么资料 跟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 产生关联 对吧 否则你在这个地方 你没做到这件事 你根本就不能建立关联 不能建立关联 结果就是人口数没法叫进来 你要是不打他就变成文字 接在文字了 他就不是韩式了 end end 一定要 不管怎么样 请你一定要记住 前面一定要按空白 如果说他这边 他就算允许你 你也一定要加一个空白 养成这个习惯 否则将来 有机会你们学到什么R跟Python的时候 天哪 我们现在的程式 是越写越短 可是每一个符号 这种银行情报的都要有特殊意义 感谢观看